今天呢 其實倩宜要帶觀眾朋友來這間餐廳 是位在內服科技園區 那這個地方就是 辦公大樓林立 其實要找到像這樣一間非常溫馨 有那種家裡客廳感覺的餐廳 不容易可是進來的感覺很好 我就想請雯玲 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經營這間餐廳女主人 她當初會經營這個餐廳 她的想法跟別人不一樣 剛剛我們來的時候 有跟這個餐廳的主人在聊這個 她經營這個餐廳的過程 那其實一開始 是因為她其實還滿好客的 那大家就是到了一個一定的年紀 那下班之後想要放鬆 那大家其實都會在他們家裡聚會 那你知道如果說朋友來家裡聚會 其實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好開心 朋友走了 我好累 你自己在那裡打掃啊 然後就會很辛苦 那剛好很巧的話 就是在這邊剛好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店面 那透過一個關係或者是一個機緣 然後她就覺得說 那不如說她就來經營一家 比較溫馨啊 像在自己家裡感覺的一個店 讓朋友或者是在這邊很上班 因為畢竟這個科技園區是一個 比較動腦力的一個高壓的工作環境下 那大家下班之後來這邊 那可以放鬆心情 然後是有一個家庭聚會 像回到家的那種感覺 我當然覺得最重要的是 可以享受朋友 一起在家裡聚會的樂趣 那之後的那些要收拾的部分呢 可能就不用再自己那麼辛苦了 就會有專人負責處理 OK…所以開這間餐廳的目的 跟別人的這個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呈現空間的感覺也不一樣 不過剛才我們在外面開完 我會發現 我一直覺得它這個餐廳是 開口比較窄 比較狹長型的一個空間 可是真的進來之後 我發現其實不會耶 它還滿寬敞 而且格局算方正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 從外面這樣走進來 你會覺得說這個建築物 是比較狹長 那其實會像我們平常在做住家 如果有遇到這種 比較狹長的空間來講的話 我們在規劃上 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那因為這個餐廳的女主人 它其實都有在世界各地 旅行的一個經驗 那其實這邊它其實沒有找設計師 自己來的 對 它就是融合它自己旅行的經驗 然後它對於家的想像 然後覺得想要提供什麼樣的環境 給朋友在這邊放鬆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狹長的空間一進來 走進來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其實反而變寬敞 然後方正 比較方正 那它其實運用的就是 老實講這邊是一個餐廳 那餐廳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還是廚房的 那個重心位置 所以它利用一個廚房 來把這個空間的狹長 做一個切斷 那就是我們身後的這個廚房 那這個廚房的材質的運用 其實也還滿特殊的 你可以看得到它其實是運用一些 比較復古的磚面 然後做成一個拱形的 這樣一個造型 我覺得感覺就是一個放大 超級大版本的一個壁爐 對 那倩妤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你形容在這個一個 比較大型的壁爐的一個空間裡面 它其實是廚房 那餐廳的重心 那其實在我們這樣子 交談的過程中 其實你可以聽到廚房 已經有在 聽聽看看啊 對的聲音 所以在這個一樓的這個區域 這個餐廳的主人 他是覺得說 就像我們在家裡面一樣放鬆 就有人在煮菜 弄東西 那朋友在這邊 可以比較放鬆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壁爐的前方 這個桌子很大 一般我們在餐廳 可能沒有辦法看到一個 這麼方正 然後12人座的這樣一個餐桌 其實大家會很好奇以為 可能要包廂啊 或是要什麼聚餐做這個桌子 它也是OK 不過我覺得更貼心 是我們剛剛有聊到 對… 假如今天就我 跟妳兩個人來 我們可能坐這個角落 坐對角 可是有其他的這個 我們不認識的朋友 他們坐在另外一個角落 也許我們吃吃飯 開始聊天 朋友就是就這樣認識了 對 謙妤姐妳有看到 在這個壁爐的造型中間 還是有一個出菜口 對 出菜口過來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大桌子 那其實桌子 它其實對出來 其實是我們剛剛餐廳 進來的一個門口的位置 入口 對 對 其實在居家上 或者是說在我們餐廳的 一些風水上來考量 我們通常都會想要說 開門不見照 還是要稍微擋一下擋一下 擋一下擋一下 對 但是這個餐廳的主人 它在擋這個的部分 它其實還滿有美感的 它運用了一個 比較瘦長的兩片的屏風 那來做一個這個區隔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屏風的表面材質 因為它這邊也是有 比較大量的一個窗屋或什麼 那它也是挑選 類似窗簾布料的部分 來做一個搭配 那這個布料上來講的話 其實也有跟餐廳有符合 像這個就是蘋果 然後那邊有那個 小黃瓜的那個造型 對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今天空間的設計 是這邊餐廳女主人 一手包辦的 對 從她的角度來看設計 可能沒有那麼制式 但是會多很多的驚喜 對 特別是在一些油漆的運用 還有顏色方面 顏色 還有甚至家具的選擇 它其實都有一個 比較返古復古的一個概念 它的想法是覺得說 新的東西 你可能剛開始覺得很驚喜 然後很驚豔 但是可能久了之後 可能稍微舊了或髒了 它就沒有那種保值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一開始在選擇 油漆的顏色或者家具的部分 它其實都是選擇一些 比較仿舊的材質 那就所謂的歷久迷行 你也不會膩 那你就覺得很放鬆很舒服 接著我們爬上二樓之後 其實它 我覺得在爬樓梯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的view 甚至它是轉角的一些 壁面的裝飾 都還滿有故事的典故 對 因為我們剛剛就有提到說 我們這邊的主人 他想營造家的感覺 所以在一些轉角的空間 甚至我們這個餐廳的壁面 它其實都有一些電影的海報 那很經典的 對 經典的電影海報 那這些海報 其實有時候都是朋友提供的 因為就是互相在這邊聚會 那有一個大家是一家人的那種感覺 就會像說我今天送你搬家 搬新家我送你一個什麼東西 我每次去看到的時候 都會覺得 這是我送的 送給我朋友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沿著這個樓梯 上來到了二樓 那二樓的空間的話 其實倩妤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的顏色用的稍微 比一樓再重一點點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一樓就是一個比較歡樂 大家聚會那種客廳的感覺 那到了二樓 我們餐廳的主人 他覺得說 有時候我們就是在二樓 他營造一個比較寧靜 然後放鬆 然後到了二樓這個空間 你心靈上可以稍微做一點沉澱 的一個空間感 所以在顏色的使用上 他用的比較深 那在光線燈光的搭配上 他運用了一些閉燈 讓這整個空間的感覺 它其實是比較微弱的光線 那你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是很放鬆的 那在這裡面 其實除了說這樣的一個 每個小桌子的一個方式之外 它其實還有提供一個 包廂的一個空間 那就是我們另外旁邊 這邊有兩個比較高的這個拉門 一推開打開進去 它其實是有一點 比較私人包廂的感覺 那它裡面其實也是運用了一個 比較斷鐵式的一個吊燈 來營造整個空間的一個 挑高度的一個味道 也是一個視覺的焦點 對 視覺的焦點 我覺得今天這個空間 真的還滿有味道的 但是還記得嗎 一開始我們有提過 女主人當初她的 開這間餐廳的想法 是希望說自己朋友聚會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聚會的空間 然後有家的溫馨感覺跟舒適 她朋友聚會之後 通常吃完餐之後 一定會喝兩杯 對不對 那在這邊我們這個 餐廳的女主人 她其實非常的貼心 她覺得說 我們通常要喝兩杯 還要再換個地方 還要開車或是坐車 對 所以她在三樓的這個空間 它剛好是一個 露天的一個形式 那大家在這邊用餐完 然後心靈放鬆完之後 想要喝兩杯的話 就往三樓走 OK 所以很不錯 一樓是客廳的這種 溫馨感受 有二樓的感覺 會讓你比較沉浸 比較私人隱私的用餐空間 然後三樓的部分 就朋友呢 我們刷刷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邊小喝兩杯 今天像這樣的一個 餐廳的規劃 尤其是在內湖科學園區 我覺得它是 有像小塊綠洲 心靈的綠洲 心靈的綠洲 家的感覺 你下班之後 是可以考慮來這個地方 但是好朋友 認識新朋友 甚至來放鬆一下 好嗎 今天非常謝謝縱兒林設計師 謝謝 是的 請 幫忙